炎皇圣主找我何事 说正事之前 我想先知道你的刀伤 是何人所为 天皇招式 一扬掌 依靠手形变幻蓄力 融合多层掌风御地 常留下断掌印记 这是钟魁误出的招式 后来尽数交与炎皇长老 确实像天皇长老所为 看来雷尊并不完全认为 自己是被天皇长老所伤 炎皇圣主果然聪明 那人掌法虽像 但身法却不似我钟魁师兄传授 看 像吗 静一模一样 有人陷害天皇 模仿易阳长伤人 若帝皇被挑唆 与天皇开战 玄皇怕是最能鱼翁得力的 圣主聪慧 我这就折手调查玄皇 那么炎皇圣主 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 而你刚刚所谓的正事 是想让帝皇回归炎皇吗 我却有这个想法 但不知雷尊是否愿意回来 听说炎皇圣主想要一统炎皇 我倒是有兴趣看看 你能否成功 钟离与帝皇任凭拆迁 圣主 冒昧打扰了 老夫此番前来 是想恳请圣主 放了我女儿楚凌玉 前辈 我什么时候抓了您的女儿啊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慢 慢着 大友 你好粗暴啊 爹 你怎么才来啊 你不知道 我被这个家伙给欺负惨了 鱼儿 她真是你女儿啊 抱歉 多有误会 误会 误会你就可以调戏我 就可以侮辱我 就可以强迫我 还逼我坐你腿上 摸我的脸 摸我的腰 摸我的胸 摸我的清白啊 殷皇圣主 不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吗 我去 既然你有如此担当 愿意娶我 那就这么定了 机长为师 圣主要娶妻 圣主要娶妻 喜宴当天早些来 多喝两杯 父亲 你之前不是想要加入颜黄吗 如今我马上要嫁给颜黄圣主 就快些带领家族搬迁吧 对了 父亲啊 你快些为我们准备一座灵山啊 恭贺圣主 恭贺圣主 我定为你备一份 大大的聘 这事怎么就说不清了 畢 九明镜无仇 走 提前在我屋外设了金质 看来是有备而来 你究竟是谁 害虚神行 先冤心欲 如此 天罡见阵 你这阵法固然厉害 但对我来说还差了点 是吗 想法倒是不错 但对我没用 你是自魂 帝皇圣主派你来杀我 只是想请圣主 去一趟帝皇 冒如此大的危险潜入 却只为抓我 或许可以去看看 说不定能发现拿下帝皇的机会 帝皇如今胆子不小 知道我是阎皇圣主 还敢如此造次 还请圣主不要四处乱走 避免无伤 这么着急的样子 看来真出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